董女士 今天这场调解 是我听到的场上分贝之最高的一场调解 但是我解读到的是什么 是各位在座的各有各的委屈 董女士 我解读到你的是弱者的委屈 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生怕别人看不见自己 于是你把声音分贝提得格外的高 你希望所有的人都看到你 听到你的声音 然后你把你的委屈变成了你自己 去抗拒对方 甚至包括去证明自己的一种理由和武器 而这种委屈就让你变得格外的有玻璃心 比如说嫂子说了一句说 哎呀 今天家里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你会觉得她在嫌弃我们 因为是我留他们下来吃饭的 你主动的去对号入座 你会感觉到在不属于你的这所房子里 你会觉得寄人篱下 但是当别人可能随口一说的时候 你会主动的去对应 感觉自己体会到了人间的人情冷暖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格外的想保护自己 忽略了别人的一些无意 无心 包括善意 因为您心里堵着气 心里堵得慌 但是不能够成为给别人添堵的理由 比如说 在已经签了字 派出所大家都认可的协议生效之后 你依然跑回到房间里躺着不走 其实在您的委屈背后 我们来看一下 嫂子几度哽咽 她也有委屈 弟弟在场上 一个大老爷们 也是气不成声 他也有他难言的委屈 所以我恳请董女士 真的 和家境可能比较富裕 他们家庭更为齐全的 哥哥嫂子相比 你是弱者 你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 但是当你和垂垂老矣的老母亲相比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到 她和你相比 她也是弱者 咱们也要关注到 她的心绪 如果都是为母亲好的话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精力放在 让老母亲过得更顺心 安度晚年 然后把自己那颗委屈的心平复下来 不要这么奋力地去拼搏 去抗击 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啊